再去多肉去看一下 这个多肉大部分的话都还长得不错 但是也有一些黑腹化水 跟我们这里的这个天气有很大的关系 要么就是突然下一阵大雨 下完大雨又是这种大太阳温度又高 所以我就让它这种优胜略态 保留这一些比较皮实好养的 这一些黑腹化水的就让它到时候再补这种好养的 因为这个养多肉嘛 就希望简单一点不要老是出问题的这种 再看一下这个多肉区旁边的葡萄 这个葡萄生长速度真的很快 这个因为昨天又是一个大风把它给吹下来了 大家看到没 这一个葡萄已经比这个做牵引的足竿还要更高了 所以我昨天就在上面 看到到了吗 这个地方粘了一个这个胶在这里 到时候我拉一根线下来 把它这个葡萄牵引上去 到时候再在上面织一个网 再来看一下这一盆碗帘 这盆碗帘的话叶子已经长得很多了 今天我突然发现 它露出了一个火柴头出来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很像一个火柴头 看样子它要开花了 这是它的这个花蕾 花宝这么一点点大 你们期待它开出花的样子吗 反正我是很期待 拜拜 这个东西没有人看一个啊 我们以后看到它的这一盆碗帘 这个地方就是水管 那这里是水管